白宫西侧的媒体室 可以看到在地毯上 有许多淹水的痕迹 这一波风雨 两小时内为华府周围地区 带来超过100毫米的可观雨量 周一早晨的这场大雨 让繁忙的交通大打劫 部分道路因为淹水关系 民众必须绕道行驶 花费比平常更多的时间 才能够去上班 消防队接过多通电话 出动了救生艇 协助受困在水中的民众 也帮忙脱掉动弹不得的车辆 而淹水灾情到目前为止 索性没有造成任何人员伤亡 但是当局仍然提出呼吁 大家在风雨期间 尽量避免开车外出 再看看中国大陆华南地区